来看IPAC最后一天 那么21个经济体的领袖 穿上西装大合照 那么台湾领袖代表连战夫妇 在这个晚宴上呢 跟欧巴马交谈的照片 可以说是抢尽风头 占据了美国各大报半版的版面 而在临美前 连战在中外记者会上特别强调 他在联合会当中 没有谈到任何跟和平协议有关的议题 我从头到尾 我就没有提出来 所谓的和平协议 表情严肃郑重澄清 夏威夷APEC离美前记者会 台湾领袖代表连战强调 连战会上绝对没有提到和平协议 更没有密室协商的问题 这次又谈黄金十年 未来的整个发展 这是这么来的 不是我 不是我昨天前面 在这里谈和平协议 我拿台湾和平协议 我觉得非常不适当的场合 连战说当时联合会谈的是2005年 五项和平愿景 至于APEC会议上今年最大重头戏 TPP泛太平洋伙伴协议 连战说台湾也在努力想加入 21个经济体领袖代表 一个一个走进场 APEC最后一天 夏威夷海景椰子树当背景 留下大合照 没吹上阿罗哈山 反倒是全都是西装笔挺 台湾领袖代表连战站站在第二排 离欧巴马有点远 但APEC年会上连战夫妇出席欧巴马晚宴 连战瞬间笑开怀 这张照片将近半版篇幅 则是抢占美国大爆版面 在国际媒体上出尽风头 照相 我这个好像笑得 嘴巴开得太大 就今天看起来 不要的是好啊 我来 NH44代表台湾 担任领袖代表的连战 经贸议题全谈了 2011年夏威夷APEC圆满落幕 明年21个经济体领袖 大家只能在俄罗斯海森未见 中文新闻 夏威夷采访报道 中文新闻